現在的消息多到看都看不完 我都盡量選幾個講得好的人聽聽 陳繼忠說了兩次老實話 一次就說現在所有地產行業在地獄中 身處在地獄中 他算是早了幾個星期說 接著他就說了昨天在那個什麼論壇那裡說 叫什麼?叫什麼? 《粗語論壇》 《粗建民家》 早知道他講現在高樓價的時代已經過去了 又說這個講得對的 接著我又聽了很多蕭先生又說 又說要解救新世界 但是實際上現在香港的問題 就是叫做無若可救 真是沒得救的 誰說這些講那些 然後好像在運水那樣 天天都在講一些樓價 看到很多人看 是吧? 因為每個人都關心的 但是接著又說要改革 中央夏寶龍又說要李家超改革 每個人都在這裏講一些東西 濕碎的東西有很多人講 那你說香港有沒有希望呢? 就兩件事實際不是說沒有希望 有希望 但是講到最後一天共產黨在這裏 就是不會有希望的 他根本沒有想著香港是一個 就是大家製造財富 用廣東話就是發達的發達的 實際是在這裏 香港人包括打工的人也好 做生意的人也好 所有的人來西人來這裏 可以投降也好 實際在幫香港製造財富 但是共產黨的目的就不是 他就是想控制香港就是這麼多東西 製造財富對他也好 不製造財富也大不了 對他來說沒什麼所謂 他就是要控制 要有權 控制到香港 他下面的命令下去 有人幫他做事 要你香港這樣做你就這樣做 對外這樣做 就是他實際就是 共產黨對那個利 對那個財 都不是很大興趣 最重要是他要控制了整個個局 控制了權 那就沒什麼所謂了 你窮一點就你窮一點 又怎麼樣呢? 是不是?他不是靠你來投票的 那你經濟不好 總之他就控制到四平八穩 他的控制權 他的政權四平八穩 對他來說不是很大件事 經濟好一些不好一些 都是他日子都是照樣這麼過 是吧? 那他裡面的那些 就是人民 你說人民收入高一倍 低一半又怎麼樣呢? 對他來說有什麼大不了 聽話就行了 是吧? 最重要是聽話 他叫你做什麼你就做什麼 這個就是那個不同的方面 我們西方社會就不斷 要政府幫人民一起製造財富 等那個生活水平越來越提高 等可以做一些新的科技 新的發明等等 那陳啟宗說了一些 他算是說多了的了 說地獄 然後又說現在就是高 所謂高樓價的時代已經過去了 那香港的問題大家都清楚了 就是國安法前國安法後 大家一看就明白了 是吧? 現在就直線下沖 誰還以為香港是 不要說回來 不要說回到以前那麼好 誰還以為香港的制度不會變的呢? 就真的有時候 就是因為可能他沒有經歷過共產黨 我就又要重複了 我是從海出來的 上海1953年之後 49年他接管了 五三年之後 又沒有樓市又沒有股市 什麼市都沒有 就剩下你銀行的錢可以花一下 不過那個時候國民黨的幣就換了人民幣 就不知去了多少個零 那麼大家爭取那些錢 拖得我捱得了多少捱得了多少 有些是慘了 總之大家都 個個都捱世界了 那實在是一件這樣的事 短短的時候四年左右 我離開上海的時候 1957年 我七歲離開的 那時候差不多已經是 可以說的一個 叫做無產階級 大家都無產階級 他多少錢都不是錢的 銀行多少錢 你用錢用什麼錢呢 全部都知道的 他有戶口調查 每一個區 每一個城市 每一個區 都有城市 每一個區不是一個區 直接每一個鄰舍 那幾條街 它分得這麼小的 都有戶口調查 戶口調查 完全知道你怎麼洗錢 為什麼你和人狼拿這麼多錢 你買了什麼 為什麼你要買 你為什麼送東西給人 全部都知道 每一件事的人和人的關係 它是了如指掌 這個就是真的共產黨 它將來會做到 會做到這個 所以現在的經濟 由得它淪 由得它沉 什麼地產霸權 又說會破產 還不出錢 這個是過程來的 香港可能會長一點 可能香港差不多要10年左右 一路走下坡 大家的錢開始 錢不值錢 樓不值錢 股票不值錢 生意也是賺不了錢 這個就是香港現在走 可能會快些 現在最近 今年如果看它現在這樣的情況 一家銀行都不行 全部不行的話 情況之下就會加速 我猜可能會加速到兩年 兩年就會差不多去到 已經貼底了 貼底就是唯一的出路 如果是共產黨控制的出路 就是走向 走向所謂差不多等於社會主義 共產主義 就是計劃經濟 這個大家要看的 我不是亂吹的 我這些全部都有根據 我實際就是最專門就是這件事 就是那個經濟形勢怎樣改變 因為我們做風險投資一定要明白 一定要明白 現在的情況去到什麼呢 那你說有沒有辦法呢 我沒有理由 我只是天天看YouTube 天天做節目 那些對我來說不是最重要的 最重要就是將來怎麼翻身 怎麼光復香港時代革命 這個就是我們個人心裡都想的 我不管你們藍絲也好 黃絲也好 現在的藍絲也開始醒覺了 是不是 在這樣的情況之下呢 到底將來是怎麼樣呢 那些人都想的 現在的藍絲也好 現在還是看過 我前兩日前前的藍絲也好 我前兩日前有看過 所以三中全會是一個過渡 由個人統治變成集體 變回集體統治 很多那些所謂態度、外交、政策 都會變回改革開放那邊的方向 但是夠不夠大陸呢?夠不夠香港呢? 我就看武漢了 因為已經失敗了 破鏡難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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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麼砌都砌不完 碎了 那件事已經碎了 而且就算要改革 要淺的 淺重過來 現在很多方案 待會這個方案 你看到有幾個方案 過去一年左右 有幾個方案出來 最後就不了了之 你也知道 毛澤宜中俄 就是根本沒有錢 沒得實行 你要搞點點東西 你就是房子破壞了 你要收回它 你也要錢的 放很多錢下去就可以收回 現在房子就是破壞了 香港都是這樣 香港只不過那些人就是這樣小小 你覺得我們最近這幾個星期有很多消息 你還沒見到真是嚴重 說著一個新世界 借著幾千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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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麼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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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這個不是問題 那個問題是 那些錢是誰借給他 那個人才糟糕的 你明白嗎 香港這麼多所謂的那些叫做什麼 他們叫做什麼 是不是叫做財仔 是不是叫做財仔 那些財務公司 是不是叫做財仔 香港這麼多銀行 這麼多財仔 借了這麼多錢 給那些有買中還中心 給那些所有的公司 上市公司 都是借的嘛 都有錢 都是借錢的嘛 借了這麼多錢給他們 有沒有得還 這才是大錢的嘛 你說銀行和我們做案揭 和我們私人做案揭 這麼多人做了案揭 樓價跌得這麼厲害 銀主盤現在又這麼多 又沒得還 整天我現在就還 所以這個問題 可能銀行的問題 遠遠比地產的問題大 因為銀行關乎每一個行業的嘛 那幾個開發商 只是地產而已 地產當然都相當大 但是銀行不是更大嗎 沒有一個行業跟銀行無關的 是吧 你做酒店 那你酒店也要借很多流動資金嘛 出入口 什麼都跟銀行脫不掉關係 那銀行那些東西大到呢 只不過他現在想著不說 寫拖 在這裡寫拖 在做數那裡 在那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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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在那裡 掩飾 是吧 就是說是迴避 做數你知道很多藝術的 在那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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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尤其是香港 那幾間合數師 是有得談的 以前 改革開放之後 那幾間合數師 到了大陸 已經完全被人 被中共洗腦了 個個都有得談的 只不過你出多少錢 你要什麼 要簽什麼 全部都有得談的 不僅是銀行大 那間什麼 永永道那間出了時 間一間就這樣 總共只有四間 他們以前 在北京 你在那裡 就是李嘉誠的東方廣場 他們所持的時候 整個那一間那堆 那間叫做Grant Hyatt 開月酒店 就是在那裡 幾間合數師 全部在那一堆東西 東方廣場裡面 喝了茶 吃了飯 見了一下 開會就在那裡 整班人 都是嚇到不得了的 做數 你給他多少錢 他就跟你做什麼 所以變成現在香港的股市 又是一萬七千地 老實講 以我來說 一點都不值 全部都是假數來的 現在看來 現在看明白了 不是 我先頭就只以為大陸是假數 香港一樣在那裡做假數 這麼大 現在根本就已經玩完了 所以Ross 說得了 玩完就是玩完 現在問題已經去到這裏了 兩邊是沒得救的 共產黨開始 開始和美國 希望和美國 在那裡求美國 希望和美國做生意 離開小看著 現在呢 每年吃的那些毒品 吃的那些十多萬 那些飯提煉又便宜又好 海樂英都說是貴的 做出來又要複雜去提煉 這件事是很簡單的 化學成份來的 很多人都可以做的 當然人家的國家就是犯法 中國現在鼓勵那些人做 然後去到墨西哥那裡 就融在不同的方面 有些是粉 有些是藥 有些直接融在 像是頭痛丸的 加少許 人家就說我學頭痛丸 實際上頭痛丸本身就是毒品 死亡都是死亡 所以他選了那個副總統 就是那個競選副總統 實際這個人是非常反共犯 都不得了 先頭我們有一點怕 特朗普有時想做生意 想買一些糧食給中國 買一些糧食給中國 可以為了搞好美國經濟 為了外匯 但是這個人做副總統就不是這樣說的 這個人跟中國是有仇的 跟中共 對不起 跟中共有仇的 那它就會去到處 所以現在暫時你們看到 沙利文去到北京就遇到 即是他們變成了 共產黨都開始明白了 他們唯一希望幫民主黨選贏 然後呢 經過沙利文也好 以前的拜登也好 即是那條線呢 就幫回中國的經濟 這個經濟已經是無法搞的了 香港人看到新聞看到什麼 說幾句 但是我們知道內部發生了什麼 已經是無法搞的了 即是山東傳會呢 他們把所有東西都放出來 那些人不是說我不去翻閘 你看看經濟情況怎麼搞 但是習近平沒有辦法 還說要出一份這樣的文件 說他是改革專家 那習近平也沒有辦法 自己拿下來 接著就頂不住了 接著就中鋒 都算是不是大中鋒 少中鋒 那開開刀呢 這邊開開刀呢 所謂怎樣了 香港的前途怎麼辦呢 我在大陸我就不想說了 免得太多 所以說我出去 香港 那 共產黨推出了之後怎麼辦呢 這個就是問題了 共產黨 可能 我只可以講可能 可能現在這幫集體領導 可能願意向後退的 你說他讓 一國他就不肯讓 但是你說真的實行香港 給你自治 是有可能的 但是我們當然我們香港人 當然要他對共產黨全部推出了 這個將來怎麼樣呢 就可能美國和中國有一個談判的 未來一、兩年又可能會有談判 如果是暢暢任的話 如果有談判的話呢 香港有可能有機會 就是可以有自治 但是自治不等於 今年到年底了 已經破產破到一頭到明年了 那幾家地產公司全部訂不住 然後地產後面那些財務公司 銀行也好 那些又出事了 你明白嗎 他借了錢給地產公司 地產公司還不了 大陸是什麼事呢 恆大還不了 碧桂魚還不了 它現在共產黨頂住而已 共產黨幫那些銀行頂住而已 還有他們發了那些債 它在共產黨的法律系統 司法系統可以不讓它拖 容許它拖 但是香港也不能拖 那香港如果共產黨 你們個個都說我發夢了 沒有共產黨不會退的 實際上現在習近平的命令 還沒下到李李家超 太多事情發夢了 國內的事情根本嚴重到不得了 那現在香港了 現在香港了 香港又聽了我們叫什麼 砸砸窩買鐵 香港現在那些債市公司 就幫不砸窩買鐵了 真的在那裡拿所有的資產 買得就買 想辦法就買了它就來還錢 那些人在想 但是有多少人有錢 你買你買得起的嘛 現在華潤說想買個K11的話 華潤都受到中央命令要叫做砸窩 砸窩買點嘛 它還拿新的錢來幫你買 但是它是很難批的 批不了的 這件事情 就算你說是為了香港的範圍 你現在跟習近平說 習近平沒有空 你香港的範圍 很小事 中國的問題帶到你沒辦法上將 所以我們講到最後 我們講到最後 再推兩、三年左右 共產黨誤賭它不貴在那裡 誤賭它不貴地求要 當它貴地求要的時候 包括香港 那時候香港是有機會 要求一個自治 真的自治 真的普選、真的自治 就是沒有共產黨課要的 真的有這個機會 那給了機會你 你革命一斷都是一個問題 那我就喜歡想完的東西 因為我們做風險投資界 是想將來的東西 有時想中、有時想不中 有時想得太早 有時發生得太遲 那就變了 這個就是賺不賺到錢 就是有時候講運的 因為你想得到將來會發生 你好像Ci那樣 講了很多年了 你現在才發生的 真正是現在才發生的 有時早投資的那些 就全部洩到鋪在那裡 遲投資的那些又走了機會 所以這個這樣的情況 香港 當共產黨 我又不想講獨立這麼複雜的事情 當共產黨 贏輸 窮到容易贏輸 願意給你香港自治 你用什麼辦法搞定 香港人用什麼辦法搞定 但是我就比較懂得經濟這些東西 因為我不是靠讀書的 真的是靠去到處去 我看很多東西 但是又看很多東西 又讀很多東西 香港是有個希望的 共產黨就做不到 讓香港的幣值 裡面來了 那麼 來說 是那個 這個 應該是 很多人 你 沒聽過 都聽不懂的 可能 你 那你就有競爭力了 那你就有競爭力 競爭力是第一步 你沒有競爭力 就算有資金也不會進來 你進來就不就吃虧了 你如果進來 你有競爭力 你可以做些事情 當然要跟美國說得怎麼樣 第一 你要中共退出 香港自治 不要說自毒 我們複雜 說得太激 免得太激 共產黨所有的管治要退出 香港要自治 怎麼辦呢? 就是當然要美國之前 是吧? 就是跟美國說 大家搞一點的關係 法律 自由 全部按照97年前 97年前 不是國安法之前 這個大家講清楚 然後 香港的幣值降了三分之二 這就有什麼事情了 這就有希望了 第一 不要有共產黨 第二 我們香港有真的自治的普選 那些真的要有的 那些所謂的管理人 人事 立法 三權分立 那些當然不用說了 跟回我們香港 所有97年之後發生的事情 全部一筆吼銷 當它無法香港 那些坐牢的人都放了它 通緝的人也是取消了這些通緝 然後呢 就降了三分之二 拿香港的幣值降了三分之二 跟全世界競爭 這個是香港唯一的希望 這個就是大家要看完了的 唯一的希望 但是一定要自己選自己 香港人自己知道要選哪些聰明人的嘛 大家都知道的嘛 這麼小 每個人都知道哪個聰明 哪個不聰明 哪個經常講謊的 那些共產黨的那些什麼組織 叫它收檔 全部叫它倒閉 現在我就在看這件事 所以說趁繼忠 只講一兩點 又說地獄 再說將來是一個高樓價 高樓價是一部份來的 整個不理的 整個是高成本 是沒有辦法競爭的 人工又高 什麼都高 吃東西又貴 連運輸都貴 在這麼貴的情況之下 你怎麼去競爭呢 你要整個全面 全面用貨幣來貶值 貶值三分之二 競爭有競爭性 所以陳繼忠 他們都是做生意的人 自己一割一割一割 他們不看那個 我呢 就只是看那個 只是看將來的 就是所謂的風險騰知就是看將來的 我只懂得看將來的 其他事情 其他細節我不是怎麼說的 你看我有時候說話都說錯了 這個就是香港的唯一的希望 大家看著 不是亂吹的 懂得經濟的人明白 你沒辦法搞的 日本也可以這麼說 現在都在做一點點的事情 你看日幣也不是很值錢的 曾經日幣去到80的 一塊美金 等於80美金 日幣70多也試過 那現在差不多150左右 是吧 那可能日幣在貶值都不是很奇怪 貶值不是壞事 貶值令你有競爭性 就是令這些東西平靚 你的性格比好了 所以貶值不是壞事 香港救回自己是貶值 大陸也不關我的錢 你的問題 但是在這個香港貶值三分之二之前的大前提 就是中共五個爛斥 接著香港要有真是有自治 自治包括公投自決 普選 接著三權分立 那些所有由香港人說回事 正常方面 回九、七年前的香港